带不走的内财与外财 我们也可以学着将它转换为功德法财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亦如殿 应作如是观 世间一切皆是生灭无常 心念也是生灭无常 教导大众不要执着 金刚经跟我们讲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佛用他的慈悲跟智慧 告诉他所体验的这样的真实相 那在我们现在的都市丛林 乃至经济跨率的社会理论 我们如何借贾修真 那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身体 有所谓的内财跟外财 所谓的内财就是我们身体的部分 包括我们体力 包括我们的智慧 属于内财 因为这些你可以透过劳力 透过智慧可以是赚到钱的 这属于内财 第二种是属于外财 外财是指身外置物 称为外财 好 所以佛教我们聪明的人 会将这些带不走的 我们现在的内财跟外财 转换成功德法财 这才是真正你带得走的善业 学佛就是要增长我们的智慧 将世间带不走的内财与外财 转为功德法财 才是真正带得走的善源 也才能够致力利他 时尚新闻 环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